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西瓜 很久没见我玩剑克汤姆了吧 说实话剑克汤姆现在是越来越难打了 他的这个伤害是越来越刮杀了 也怪现在这个老鼠的血量是越来越高 而且还有剪身有关 特别是遇到什么六级的朵朵 别说连掌了 打他一下自己还要被电一下 更别说什么恶魔了大表哥 莉莉天使接瑞天使太飞这种 根本就是克得到他死死的好吧 就根本就没有办法 就根本就打不死的感觉好吧 所以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这把对面的话是 尼宝莉莉侦探恶魔太飞 选择剑克汤姆的话就还好 这局的话最后有个超级大亮点 一定要看到最后 开局就愣住了 这样的一个经验分布 我都不知道出哪好了 这经验也太风尚了一点 然后选择还是选择出上面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上面的话 不管是去卧室餐厅或者是庭院的话 都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边有个机械署 把这个夹子丢下 然后拿个大冰炮准备去炸它 但是它利用我们的一个视野 蛮去是不知道去哪了 好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退了 先把这个护盾喝掉 然后去庭院 拿到第三块剑 那这把的话 等于就是拿了三块剑 也没有打爆一个机械署 而且这个药水的话 也很不给力 全是一个陨式药水 唯一一个好的就是一个护盾药水了 而且这个护盾药水是提前喝的 把这些罐子先扔掉 不着急 因为没有一个隐身 前期的话节奏是不太好掌握的 拉下这个窗帘下来 诶 这边发现两只 一刀直接连起 很快好吧 连上二飞 尼宝也想破我的盾 破了一层 还是挺会玩的 我想过来抓它 但是这一波的话 它也是有所凡贝 所以说我们还是直接把二飞抓起来 甚至我们这个盾还没有消失 再躲一下 这个盾也快消失了 尼宝只有一个三级 现在的话它也不太好救援 把尼宝逼到这个角落 哇 这刀就没有中 一拍也没有中 这波想等它一个跳的CD 当然也是被它躲过了 想喝隐身是吧 先把这罐子丢过去 一个盘子打中 跳上一刀直接带走 这波很舒服 它的队友一眼是 趁我在抓尼宝的时候 是把二飞给救了 我们赶快抓起尼宝 这波的话要小心一点 它肯定有道具在手的 看一下一个 我们很小心躲过 然后直接开大体上火箭 好吧 给予尊重啊 这波还有十几秒的火箭啊 这个尼宝一个翻滚走了 已经来到一个四级 这是个莉莉啊 隐身的 只是一个冲击过去 但是好像还是追不上啊 因为刚刚在冲撞的时候 是被它剪束了一下 追不上了 莉莉一个小 我靠 这个莉莉 如此大胆吗 刺着要传上来 过来逼我一下啊 我们先喝个远事 不要着急 这时候很气好吧 这一波其实很搞心态啊 刚到卧室门口还没有进去 这块哪路都已经没了 你宝又在这一刀 刚想上去连的时候 又被这个裙头给制裁了一下 然后一个风抢 那这波又是追不上了 两块哪了啊 现在的话一个局面对我 还是有点不利的 虽然说有个秒飞 一个鞭炮扔出去 诶是炸到了莉莉赶快过来 一个冰块没有砸中 一刀补上伤害 当时这个连的话是连不了 我们赶快买一个护盾啊 买个护盾之后 直接突然下去 把那个秒飞 但是这个鞭炮 这个二飞 玩的有点东西 我只能说真的是有点东西 这个鞭炮啊 哇这一刀还空了啊 这二飞还在那修我 你看 不想走 又一刀又秀了一下 他现在好像是个二级被动啊 跑得还挺快 然后一刀连扇 叫你秀 但是身上的话 现在这个免控还没好啊 这时候最好是拖一下时间啊 不要第一时间把它抓起来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免控和这个 突击这个技能之后 再去把火箭 不然的话这个火箭不好把 你看我就说 把他们肯定在这边守着 一定要等一个冲击 把直接冲过去 然后再开个免控 这样的话就闻 躲一下尼宝这个朋友 有点吓人 还好是把他们罐子全部给骗了啊 然后再抓一下 再拍一下尼宝 把尼宝也给带走 然后抓起尼宝来 踢越上一个火箭 但是不知道这边有个隐身老鼠已经守着了 一个冰块 他们这个配合是非常的不错 你看 在我最后一秒这个要站起来就是 晕眩结束的时候 他们才控制我啊 然后你看我这个虚弱要结束的时候 他才犯一个风险 就是要卡在那最后一秒 因为丽丽在上面留了一个剑气啊 所以说这波的话 我也就不追了 这边有个尼宝一刀 但是他一个翻滚躲过 那这波的话应该也是追不上的 先把这个大炮给控一下 然后再把这些道具给清理一下 这个侦探推得很快 其实推了四块了 然后这个火箭处是先犯一个夹子 然后再把这两个叉子固定到这个奶酪洞口啊 然后拿一个球 看看他们的一个位置啊 哇 这个夹子又被他们炸飞了 这老鼠在哪 有个隐身的吗 哦 这边有个粒粒 跳起来 哎呀 完了 我该 这个夹子是炸回来的 我一下没留神好吧 把自己的夹子给踩了 这附近也没有一个道具啊 先买一个拍子再说啊 这一当我面一声 直接冲撞过去啊 连起 直接挑起连下 他这么多话没有一个铁血 抓起来就直接板铁面了 我也是求吻啊 就直接开这个霸体了好吧 把上火箭一刀A3 然后一个拍子 但是这个爪刀CD还有五秒 就根本就 淋不起来好吧 而且我这个一技能也在CD 没有办法好吧 这不 然后把这个大炮给用一下 你保持把我这些叉子 全部不到丢哪去了 先买个夹子 放在这个奶酪洞口再说 然后拿了一个罐子 粒粒是直接放一个风墙 踩我夹子 抓起淋起来 但这个粒粒是个血太厚了 淋不死 因为没有一个三级一技能 淋不死 先把这个大炮给用了 这边一个烟雾弹 完了 身上的话也没有一个道具 一技能也在CD 这波的话只能看着他们推了 跳起来一刀打中 然后把他的玻璃被拿起来 但是砸到他身上的话 他是一个冰箱给躲过了 跟上好吧 这个爪刀CD还有一点点 跟上这个侦探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一刀打中 这波就可以直接板上火箭了 要小心一点 这个罐子躲过去 对吧 先跳下来把这个罐子躲了 这时候的话 墙风已经出来了 直接板上火箭 躲一下 躲下泥宝这个兜子 然后看一下泥宝这个位置 直接一个一技能 刚好我是吃那个三级一技能 把这个泥宝直接给秒掉 然后装管倒过来 把泥宝抓起 瞬间是来了一个双板 这个粒粒都懵逼了 你看他在破墙破的好好的 对吧 起码是有一个人可以 可以过来 或者是泥宝可以救下的 没有想到会是一个这样的局面 好吧 莉莉这时候已经破了一半的墙放 很绝望 然后再开个免控 莉莉这时候才过来 已经维持一王好吧 神来之彼 就是这个一技能 直接连上这个泥宝 三级一技能立了大功 晋级赛也是开启了 我会再接再厉的 我们下期